首先请您谈一下 您在听到朝鲜出现这种 类似于宫廷政变这样的清洗之后呢 是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可能国际社会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对差异证据的一个判断 可能还是不是十分的准确 在过去两年多里面 我们都普遍认为 竞争通过一系列的换学 跟过很多的领导人 他的这个政策已经非常共共 但从这次事情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国内 实际上还是存在着 不少的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对内政和外交方面 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见 都是一些反对的意见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竞争的权力技术 实际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固 还没能够完全地掌控 这个朝鲜的一个政局 也就是通过这次清洗之后 他的权力短时期里面 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我们看到外电 有一些这个报道 当然也是一些猜测 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 得到消息 说是张成泽这一次 可能是因为这个军方 反对他的军方策划 搞出来的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在此之前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 这种迹象出来 通过这个以前呢 就说可能就说 在4月去年 我们觉得从他把那个 战争主的一个职位吧 调换为那个主案 全部的那个体育势力 那么实际上就说 已经他的权力 已经大大的削弱了 但是很明显地把心出 比如说政治斗争的 或者分歧在那种趋势 那么今年的那个 上4月份那个 竞争推行的那个 极端的军事冒行主义呢 可能让人家感觉到 更多的时候 军方的一些 施定的占了一种上风 占了主流的意见 所以倾向于改革 或者倾向于发展经济 而不是跟国际 搞对抗的装作战争呢 对这些可能持有一种 反对的意见 所以说他们这种分歧 可能是导致这个 这样进行清晰的 一个大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背景 所以据您来看 您觉得这个金正恩 这么年纪还很轻 那么他和军方 谁更有可能在这个中间 起到这个主导的 这样一个作用 金正恩现在 这个您刚谈到这个权力 稳固阶段 看来还有很多的 这个争斗在里面 现在目前这个状况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从今天 这个王朝的那个 金斯三代世纪 这个体制来讲的话 他们在很多的时候 是依靠军队的这个势力 来维护 自己的统治的 特别是他的父亲 金正恩时代 其实他先军政治 这样一个路线 到竞争的时代 他进一步得到了一种加强 所以实际他的统治 主要是依靠这个军方来的 来对于实现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 其他的党内的派别 或者其他的一些派别 想对这种体制 跟冲击 比如说像他们 指责的战争 这样 想发布政变 用其他的人 或者其他的东西 来取而代之的话 我想金正恩和这个 军方都会加以反击 我觉得他们的利益 是一体的 维持这个国家的生存 维持这个金氏 金氏家族的一个通知 所以在这点 他们利益是一致的 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是我们知道 张成泽被视作是朝鲜 推动这个经济改革 或者是朝着像中国 类似这样的 这种经济示范的 这样方向走的 这样一个 有一些改革意识的人 而且被视作是 最容易 北京最容易接触 最容易与之 进行谈话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其他的人 都是这种变幻物 莫测的这样的性格 那么张成泽 这样的人被打下去了 那么您对朝鲜 今后政局的 这个走向看法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 共和关系吗 不是 就是朝鲜本身的 这个看法 政局的走向 对 朝鲜本身的 这个走向 我觉得张成泽的 这个失败 意味着国内 比较温和的 好的倾向于 从而发展经济 融入过去社会 这样的一派 势力的那种失败吧 也意味着 强调新军政治 强调这个 军事强行动性的 一派的那个胜利 所以在这个 未来的 可预计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认为就是说 朝鲜仍然会继续坚持 或者进一步加强 这个军队的统治 先进政治 在这个强硬路线上呢 可能会 走得更远一些 那么这个无疑 可能会加剧 这个东北要局势 这种紧张 或者说不稳定状态 可能会 这未来的事情 发生一些不可预计的一些变化 好 最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 中国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 有前后两天 登这个文章的 在此前 这个张成泽的这个职位 被取消了以后 以及张成泽被处决以后 这个前后两篇文章都提到 说这个 日渐增多的这个迹象呢 让朝鲜的保护者 中国感到不安 因为这些迹象 表明朝鲜内部出现了 权力斗争 可能会让这个麻烦 缠身的这个 中国的盟友 发生内部动荡 那么中国可能会 因此而感到不安 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 这种感到不安 是敌人的 因为中国 从中国的战略 或者国家力来讲 一直以来 执行的朝鲜半岛政策 就在东北要地区 维持这个朝鲜半岛的 一个和平和稳定 也是我们提个战略平衡吧 所以在任何时候 中国都是希望 这个半岛地区出现 那种动荡和混乱 所以这一次 就是说 竞争两年前 或者去世之后 朝鲜实行三大四协 虽然中国并不是很理解 或者很自私战的决定 但是还是决定 要维持自私竞争的 这个统治 也是出于这方面的 一种战略考虑 所以这次 事情发生之后 中国感到 实际上是比较担忧的 所以我们政治表态 有两点嘛 第一个就是说 这是朝鲜内政 这是因为中国不会干涉 不会用强有力的手 来干涉朝鲜的内政 另外一个就是 希望朝鲜国内 能够保持一种稳定 不希望因此 政治混乱状态 出现一种 国内的政治不稳定 从而导致 国家的政治政权的不稳定 朝鲜想到 东北亚的一种战略格局 是 您觉得 红线在哪里 北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做出这个举动 或者出手去干涉 这样的事情 这个中国 从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不会主动出手 去干涉这个朝鲜的政局 但是 欢迎出现最坏的局面 可能差异出现 尤其内部的争斗 军争 或者反对派的反弹 或者说 因为其他的原因 出现内部的混乱 造成这个政权的突然崩溃 或者垮台 我想这种局面 是中国是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可能会 採取一些措施 来维持这个地方的稳定 或者帮助朝鲜国家 吸收到维持这个 继续的那个和平和稳定 最后一个问题 简短的问题 就是中国现在对朝鲜 还有没有这个影响力 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哪一方面 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实际上是 不像国际社会相当那么大 中国对朝鲜 当然有一些影响力 影响的手段 也是有一些 但是这种影响力 是相当有限的 随着这几年 与众常关系 因为操控问题 实际上区域比较冷淡 所以这样的影响力 实际上是区域下降 所以就是中国这次 特别是今年30岁份 朝鲜 极端冒险 就是路线出台之后 中国非常高调地提醒了 这个朝鲜 给朝鲜释下了很多压力 所以实际上这次 朝鲜国内侵袭 这个所谓的亲中派 或者说这样的批评 这个战争的主导 跟中国进行进行合作 我觉得也在某种程度上 表达了朝鲜 对中国这些不满 对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现在实际上来讲起来 不像国际社会相当有那么大 好的 非常感谢上海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的 韩国朝鲜研究中心副主任 蔡建教授 蔡教授 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